好 是從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美國的先BC財經名嘴 這一個Cramer他基本上持續評論 這個投資中概真的是個大笨蛋 但是同時中國的整數在擴大 首先第一輪是相關的指標中概股 已經整數蒸發了市值超過1.5兆美元 緊接著而來最近殺到娛樂圈 然後殺到遊戲產業 現在看起來全面的速殺確實影響了這個全球觀察 入股跟中國的股市跟經濟的表現 沒錯 事實上這個克蘭門為什麼那麼生氣呢 事實上我們講克蘭門他之前曾經講到說 再買中概股就是白癡 但是最近其實根據美國證交會他們統計裡面來說 在這一波中概股下跌的過程裡面 很多美國散戶反而去出手去買 所以他可能在節目上他還是就罵一下 他就說其實現在去買這個中概股投資中概股的話 是極度不負責任 但是他還自己講他自己的例子 他說我被騙了兩次 然後一開始滴滴來 剛上市的時候我還講他的好話 就被人家被騙了 所以他說現在你只要看到任何共產黨 這個國家他想要把這個企業 從所謂的盈利變成非盈利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這不是一個 對投資非常安全的這個領域 所以他覺得自己很丟臉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警告 所有美國的散戶你們不要再玩這個中概股了 那除了這個不要再玩中概股 他第一講有沒有理由 因為有的 因為最近中國大陸他在針對 包括說很多企業 包括前一陣子對美團的打壓 包括前一陣子對這個音樂的打壓 娛樂樂樂的打壓 甚至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中國的官媒啊 這個經濟參考報 他直接講了點名的網路遊戲 他說網路遊戲是所謂的精神鴉片 然後是電子毒品 他就說這個危害會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他說這個危害已經獲得社會的共識 那你講 這樣一講出來的話 他其實這個文章裡面講說 這個新型的毒品是 非常成長快速 他舉去年的中國的這個遊戲市場是 2786億人民幣 那同比也就是年度成長是20% 那同時他點名了騰訊 因為騰訊遊戲在去年的營收是1561億 幾乎是一半以上 所以他當然今天點名騰訊來說 騰訊當然會很慘 而且騰訊日常的這個用戶的這個 這個每天玩的用戶有1億人左右 然後他同時講了 目前中國有62.5%的未成年網民 經常在網路上玩遊戲 62.5% 另外一個 這裡面有13.2%的未成年 他每一天玩遊戲超過兩個小時 他說呢 網路遊戲的過度的這個投入 對我們的這個心理跟身體的發展 帶來負面的影響像近視啊影響學業啊 還有個性異化的現象 所以他點名說 我們現在要好好的思考 如何避免讓未成年的這些遊戲者 沉迷於遊戲 所以他這樣一講 他當然言下之意就是要打壓騰訊 所以他今天騰訊在香港股市裡面 出現一個大跌的這個狀況 收盤跌了6.51%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其實整個亞洲股市 並沒有表現那麼差 其實今天亞洲股市裡面來說的話 日本跌了139點 那韓國是上漲了0.44% 台灣是漲了50點 那以這個上陣指數來講的話 所以因為那些所謂的網路遊戲股 大部分都不在上陣 大部分在上海 大部分在香港 所以你看上陣跌幅是大概0.47% 那深圳成分股跌幅大概是0.41% 那恆生指數今天的跌幅就稍微大一點點 他跌了125點 當然裡面來說 最重要就是騰訊的關係 那國企股也是出現一個下跌的這個狀況 下跌約末是16點左右的狀況 那騰訊其實下跌幅度比較大 騰訊在今天香港港股裡面來說的話 下跌了6.51% 一度他還曾經跌到一層一層多 所以早盤的港股其實是壓力相當相當的沉重 而且他今年三月份的高點700多塊 現在殺到400多塊 三個月內其實他跌幅已經超過四成 沒錯他也被認為說是這個在整個七月裡面 全球科技主要類股裡面表現最差的一檔股票 他網易也是一樣網易一度他也是跌幅超過10%以上 他最後的收盤是跌了大概有收繳起來 跌幅是相對比較小一點點 那另外包括說像中手游或是心動遊戲 事實上在今天的整個大盤裡面都是出現一個下跌的狀況 所以顯然在中國打壓遊戲股的這個狀況之下 所有遊戲類股都出現一個明顯的跌幅 那除了這個中國在打壓遊戲股之外 事實上美國也是同時在打壓這個中概股 你有沒有看到其實中概股的這個狀況來說 除了這個前一陣子在美國的股票表現不好之外 現在拜登推出一個新的這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的編號是14,032號的行政命令 他這個行政命令其實是延續去年川普頒布的 13,959號的這個行政命令 也就是當時川普是禁止美國民眾購買 跟中國軍工相關的這個股票 那這一次的新的行政命令是 他又把這個原本的川普的48家 擴大到59家 那擴大59家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什麼華為啦 中國航太科技啦 中國移動啦 中海油啦 甚至還有所謂的海康威視 中國聯通等等 還有中國航空工業等等一些 把它列為這個標的 他說到從這個6月3號到8月2號開始 這個60天之內 所有的這個投資清單 你都不能再投資 另外一個從6月3號開始 有一年的緩衝息 到明年的6月2號 你要完全的撤資 所以看起來的話 對中國這些企業來講的話 他們可能在港股或是在中國大陸本身 可能會面臨到一些所謂的外企 特別是美企 他在拋售這些相關的股票的這個壓力 好那除了這個壓力之外 事實上中國最近也做了一個動作 因為你知道其實美國曾經警告說中國 你不要用自治率來限制所有產業的發展 但是偏偏路透社他報導了一個消息 他說中國在最近一段時間他把所謂的X光機 還有磁共振的這個照影設備多達315萬 315項的產品匡列為必須要百分之百在中國自治 那這個當然是違反的所謂國際的貿易規則 他也認為說這個其實是為外國供應商提供的新的貿易壁壘 那這個這件事情來說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中國的這些所謂的X光機 或是說所謂的池影的設備 他都是醫院採買 所以他其實這個很不透明 但是他認為說中國用這種方式來避免的國際上面的一些監督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中國在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呢 他們所謂出國人數就大幅的減少 根據中國所發布的一個消息是 中國上半年的這個護照發出的這個本數是33.5萬本 僅是2019年同期的2% 同時之間他會要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出國 譬如說旅遊他一律不准你 甚至在今年你要去美國留學等等的話 他也都設了非常多的關卡 所以從人員的往來跟產品的設置關稅的壁壘這樣來說 其實中美之間持續脫鉤 在目前看來來說還是個現在進行式